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必须在与机器之神达成协议之前 欢迎来到小杨说剧阵 但在此之前请你点那个红色关注按钮 红色要玩正下方正是视频开始的时候 你要爬到平台上尽管它已经失明 尼奥仍然可以看到机器之城发出的金光 这种光是矩阵最大的谜团 对于某些人来说这意味着超越升华 其他人则认为它只是模拟的代元码 很明显尼奥是顺着这道光到达城里的 这里无疑是最重要的地方 无数机器人围着它注视着它 但他们都迅速移到一旁 看向那似乎是他们领袖的人 它的名字从未在电影中提及 但在剧阵革命的小本中 这个实体被识别为机器之神 The God of the Machine 拉丁语是Delsenechina 这是一种自希腊续剧时代就存在的方式 剧作家驾轻救赎的流行的偷懒方式 演喻悲剧人物和令人费解的境遇 在最后一刻毫无征兆的被大神级人物解救出来 在由剧阵组成的这个世界下 它的名字当然是机器之神 它的命名本身具有一种讽刺形式 这个角色在三部曲中从未被提及 这里是在旅途的最后时刻帮助我们的央雄 就像古代戏剧中的那些神的干预一样 这个名字也指的是领导者或机器之神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它是构架式的物理表现 我们认为它是第一个创造所有其他机器的人工智能 在第一部电影中摩菲斯曾经谈到 机器之神是做最终决定的上帝 我们也相信这是所有机器人生命的源头 因为当你要看到它时就像在看太阳 如果机器城亮了 那毫不疑问机器就是那盏灯的源头 实际上史密斯可能已经感染现实世界了 就像他已经感染了先知一样 整个星球被这个病毒感染只是时间问题 尼奥知道这一点 但机器试图否认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这里尼奥的行为是合乎逻辑的 而机器所有机器人的代表则是情绪化的 角色被颠倒了 这个例子表明巨阵试图告诉我们 人类和机器的共同点比他们愿意接受的要多 先知所做的一切都导致了这一点 双方之间的和平谈判 这是先知如此努力工作的时刻 一切都到位了 在先知被病毒同化的同时 他的弟子却在逼着机器的首领接受和平条约 这一幕非常有意义 因为当机器想要与人类和解时 人类袭击了机器城 当人类试图与机器和平相处时 机器人释放了核弹 这一次机器和人类都处于劣势 他们会面以阻止这种威胁 人类创造机器 机器创造史密斯 两者都负责史密斯病毒的创建 另一个例子是 机器如何与它的创造者分享更多的共同点 正如就是主尼奥所说的和平这个词 哨兵收到机器之城的信号后停止攻击 莫菲斯是第一个意识到事情不对劲的人 这个场景对鸟比这个角色很重要 因为在续集的电影中 他是一个怀疑论者 他并不相信救世主的预言 然而当哨兵停止进攻时 他很快得出结论 鸟比忠实的相信尼奥是那个奇迹的源头 转到整个三部曲中的另一个标志性场景 尿在雨中走在街上 而成千上万的史密斯正在看着他 雨水象征矩阵马 地上的水象征意识 矩阵中有一场巨大的风暴 风暴就是史密斯 下雨是因为史密斯改变了整个模拟 尼奥最后一次在巨阵内面对史密斯 史密斯承认他的几十个克隆对付尼奥 但他们无法阻止救世主 但现在情况有所不同 史密斯吸收了先知和其他商序 他现在更加强大了 史密斯的回答告诉了我们这个新发现的能力 史密斯拥有先知的眼睛 他知道他可以击败尼奥 史密斯可以看到战斗将如何发生 及其结果 现在尼奥将不得不解决命运和选择的伯论 他必须成为真正的救世主 而不是由机器创造的人 救世主可以同时拯救人类和机器 下集将是尼奥为所有人而战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